果不其然 如今这张大地图内部显示的内容 已经由原本的区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整个虎王区域内部所有种族的所在位置 全都在这大地图上给予了最为精确的坐标提点 可惜其他种族的区域似乎并没有在这一刻显现出来 正当徐扬陷入思考的时候 身边的玄武分身给出了极为重要的提示 老大 你现在既然已经拿到了这第一份寿皇一族的传承之力本源 倒不如尝试引动那一波本源气息 进入到这张地图当中 看看能不能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 听到身边这家伙一番提示 徐扬立刻灵机一动 开始调动体内的本源之力 向这张地图当中进行注入 果不其然 没一会儿功夫这张地图竟然真的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我的天哪 你们快看这上面的坐标 真的变得更加清晰开阔了些 随着小花注入了一股本源之力 进入到这地图表面 整个虎王区域左翼方面的一部分地图 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 看着地图上的指引再往西方前进的话 应该来到了与虎王区域比邻的 恶王尊的地盘 玄武分身给出了对应的一番解读 所谓的恶王尊其实和虎王尊一样 同样也是石王尊守护者之一 而这部分战场区域有一大半都是在水域当中 其对应的几大种族也都是在海中种族 徐扬脸上的微笑更加浓郁了几分 因为来到了极北蛮黄区域之前 徐扬和荣耀龙旗那一伙人已经在无尽海当中征战了多年 各种各样的海中族群他都见过了太多 自然也积累下了太多的实战经验 而今在遇到类似的作战环境 徐扬处理起来也必然更加的得心应手 更何况在水域当中作战 他就是绝对的王者 有海神领域的价值 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在水域当中 威胁到徐扬团队的每一个人 按照坐标的指引 徐扬团队立刻出发 花了不足十天的时间 彻底脱离了虎王区域的边界 进入到了这地图上面标注的 恶王总统治的海中区域 说这里是一片海 但实际上 徐扬团队等人观察了一番局势之后 发现这里冲启量也不过就是 大一点点的湖泊罢了 因为生活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海中种族 基本上都是拥有海陆两栖作战的强大兽族 而并非是单纯一组的海中生物 因此 作战难度比之前徐扬等人想象的还要大上一些 并且这些兽族强者 因为具有海陆两栖的生存能力 致使他们能够吞噬的本源力量种类相当的多 整体实力也要比虎王一族统治的区域那些 种族的战士们强大不少 不过他们的实力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 徐扬并不如何在乎 只要敢阻拦他们的前进道路 只有一个结局 那就是陨落 老大这湖泊战场倒是有一点好处 那就是不需要我们翻来覆去的在各种环境下周旋了 只需要在这个统一的战场范围内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应该会节省不少的时间 青龙一边摆弄着自己的黑白棋子 一边发出这样的感慨 此时 众人又回到了白龙的背上 接触他的身体作为远行的龙舟 舒适程度自然不必多说 最重要的是 这白龙不敢违抗徐扬的命令 规规矩矩的给众人当作祭 他自身释放出的气息已经足够强大 也使得许多海域深处的一些低端海族生物 不敢入侵 倒也算能够给大家节省不少的时间 白龙 这次给你放宽一点权限 所过之处随便你怎么折腾 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龙族威压 来滋扰这个湖泊下方的海中种族 尽可能将我们来到的声势搞得大一些 这样我们就能够尽早地 遇到恶王尊一脉最强势力 白龙听到徐扬这么一说 当时便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被压抑了这么久 总算是能够释放一下自己的威严了 多谢老大给我这样的机会表欠自己 白龙一般有些夸张的举动 倒是逗笑了团队众人 大家都没有想到这家伙居然也是个逗逼 紧跟着这白龙发出来一阵又一阵恐怖的龙吟之声 虽然他尽可能将自己释放出来的声浪气息 控制在一个相对和谐的范围内 但是这湖泊毕竟不是深海 纵然这个地方生活着数不清的强大两栖战士 可是这些巨咒战士们 在面对龙族的强势威压的时候 也难免会陷入战战兢兢的恐慌之中 这样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 当巨洋团队在白龙的护持之下 前进到海域中间区域的时候 一股无比冰冷的沙路气息 突然间从海下身处浮现而出 这股冰冷的气息锁定在巨洋团队等人的身上 很快众人便看到 足有百余之强大的海陆两栖授族战士 在水域深处献出了本体 你们这些人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用这样的张狂姿态 侵入到我们恶王尊区域 真的是不将我们恶王尊一族放在眼里啊 开口讲话的这个人 是一只大到有些夸张的海龙虾巨兽战士 没错 就是一只巨大的龙虾 身长足有两米多 上半身是人族的形态 下半身则是海虾的模样 身体两侧生长着四条手臂 两两攥着一柄海中鱼叉 乍一看的确算是挺唬人的 可说到底 这些海族战士们就算实力再强 遇到了风风火火的徐扬等人 团队也绝对不可能掀出什么大风浪来 你这小龙虾倒是说对了 我们就是这般张狂 你又能耐我何呀 龙虾两个自从玄武分身的口中说出 立刻便将对方彻底激怒了 你才是小东西 我们海龙虾战士一族的战斗力 绝对不比恶王尊区域内其他任何一个种族的战士差上多少 你敢用这样充满蔑视的称呼形容我 就已经注定你陨落的结局 听到这海龙虾巨兽战士的一番话 徐扬团队众人非但没有丝毫被警告的意思 反而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是我瞧不起你兄弟啊 就你这样的体格和实力 对于我们这几个人来说 不过就是几顿饭的事 说完 徐扬再一次召唤出来自己那一系列家伙事 白虎少年屁颠屁颠的又凑上来准备生火了